谢谢 这儿啊 马上要停电 得停一个小时呢 这段时间你可不要用电梯啊 别关里边 好 谢谢 关电梯里 遥遥灵光一闪 想起曾看过的一本不爱小说 讲的就是一对相爱 但又无法倾诉的恋人 被意外困在电梯里 才糊涂了爱的心声 瑶瑶忽然觉得 这是上天也给了自己和忠诚一个同样的机会 停电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怎么还没信号呢 忠诚 怎么办啊 咱们俩被困在电梯里了 别怕啊 这个就是临时停电 这个就是临时停电 没事 待会就来电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你以前也遇到过 跟谁啊 我自己一个人 吓了我一跳 我说刚刚吓了我一跳 那个 那你当时一个人害怕吗 怎么办啊 我当时对形势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 经过我一番缜密的思考 我果断的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效 而且特别简单的措施 什么措施啊 等着呗 这次是咱们两个人一起 你看我这命 老是被关在电梯里边 这次还把你也给连累了 我不怕你连累 众长 你测过你的手机号码急凶吗 没有 我手机里有软件 我给你测测呗 这玩意能准吗 特别准 不信你试试 好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看看上面有没有说被困在电梯里的 努力发达 贯彻志望 不忘进退 渴望成功 大吉 机主人性格类型是高度戒备 难教星星 其具体表现为 经常处于戒备状态 性情孤僻 对于爱情就更加慎重 任何人必须经过你长期观察 即通过连番考验 方会解除戒备与你交往 真的挺像你的 准吧 哪像我了 就是很像 你看我的 我是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这次咱们 这次咱们 怎么回事 那天多亏了你了 瑶瑶说要不是你在 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呢 没什么 你们两个可算是患难见真情啊